一名女生站在街头 丝毫不顾忌自己的形象 冲着人群大声喊叫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地方 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当年乔治弗洛伊德案件的发生地 因为乔治弗洛伊德案件的发生 黑命贵组织一夜窜红 借由种族歧视为名 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打砸枪 四名被牵连的警察 因为社会舆论罪名全收 锒铛入狱 这一次又是同样的地方 明尼阿波利斯一起枪击事件 在那里发生 上周三的晚上9点30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 称一处公寓大楼内有人开枪 报警的是一位带着 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 接到电话之后 警方迅速的出警 将母亲和两个孩子救出了之后 与这名开枪的男子僵持了6个小时 在凌晨4点30分将他击毙 这名被击毙的男子叫做 Andrew Tackley Sandberg 今年20岁 他也住在事发的公寓大楼里面 和被害人是邻居 在周三的晚上 他拿着枪打穿了24岁单亲妈妈的家门 子弹射穿了门 打坏了洗手台 以及墙壁等各处都有弹孔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 马上就引起了当地黑命贵支持者的骚动 因为被射杀的是一个黑人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这是又一起的警察暴力执法 又一起的系统性种族歧视 因为被打死的是黑人 于是在当天晚上 人们迅速的聚集起来 开始了抗议 在接下来的周末 人们为了缅怀这一位差点杀死三个人的枪手 开始聚集起来 在受害人家的楼下游行 这就是决定了 我们正在在尝试中的尝试中 我们正在尝试中的尝试中 因为这个受害人跟Tuckley根本就是邻居嘛 他们就住在同一个公寓楼里面 所以你在枪手家楼下游行 那就是在受害者家的楼下游行 这样的行为作为受害者当然接受不了了 这个人是要杀了我和我两个小孩 这是谋杀未遂 怎么他一夜之间居然还变成了英雄呢 于是就出现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这个女生冲到了抗议人群中间 大声的向这些支持犯罪的人喊话 准备人群中间别跟ind别于藍道 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他们不是黑命贵吗 这个受害者和他的两个小孩也都是黑人呢 怎么他们的命就不贵了呢 因为对这些人来说 事实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人犯没犯罪 他们也不在乎是不是差点有三个人死掉 他们在意的只有肤色 只要他是黑人 他就不能进监狱 他犯了罪也不能够被制裁 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讯息是我们不知道的 比如说在僵持了六个小时之后 到底最后发生了什么 警方决定开枪将其击毙 还有就是这个女人和枪手是否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因为这个女生说 塔克雷会跟踪他 那目前为止呢 警方也还没有公布出身上携带的随身摄像头拍摄出来的录像资料 所以很多的细节现在都无从得知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这个人开枪了 而且这个女生和他的两个小孩曾经面临着生命的威胁 在整个事件中 其实最让我震惊的就是民众的反应 民众自愿的为他做了画像 这样一个杀人未遂的罪犯值得歌颂吗 黑命贵将社会上一些最败坏的人塑造成了劣势的形象 让人膜拜甚至模仿 如果这些来抗议的人真的是支持黑人的生命是宝贵这样的说法的话 那此时他们应该在欢庆当中 因为有三条黑人的生命得救了 而且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还是一个两岁和一个四岁的小孩 但是他们现在的表现却恰恰的相反 他们不开心的原因就是一个黑人被警察杀死了 他们不管这个人犯过什么罪 他们甚至不关心这个人是不是要杀黑人 他们要的不是有人得救 而是要高举罪犯 废除法律和秩序 这个案件的发生 无疑又是一个推进左派意识形态洗脑的机会 这些人会青红皂白不分 可见是被洗脑的程度到底是有多深呢 左派继续利用这些人散播着种族歧视的言论 让更多的人来相信 美国的执法部门就是专门针对黑人痛下毒手的 从而造成更加激烈的阶级分裂 Stop Asian Hate与Black Lives Matter一样 也是左派用来造成阶级分裂的工具而已 他们把一切的犯罪的活动都归到歧视的头上 完全忽略监狱源源不断的把犯人放回社区 而造成的安全问题 也完全忽略非法移民造成的犯罪问题 也完全忽略检察长纵容犯罪以及立法者立法的问题 也完全忽略这些人是不是到底触及了法律 是不是真正伤害到了我们社区中的居民 我们华人在美国来讲虽然是少数族裔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加入这些左派设计的阶级分裂的计划当中去 是否在这个社会中真的有种族造成的歧视呢 有 但是占的极少数 在我们看到的社区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里面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是与犯罪有关 我们要对抗的是犯罪的行为 不管是什么肤色 什么人种 只要犯罪了 就应该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 而公正的审判也不应该被社会的舆论影响 左派期待利用这些无知的人 产生出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来影响最终案件的判决 这样的事情 在上个月最高法院的堕胎案审判之前 我们有看到 在当年弗洛伊德案件审判的时候 我们也有看到 在凯尔瑞特哈斯的案件中 我们也有看到 在这些案件里面 他们都试图利用社会的舆论压力 来改变法官的判决 他们让民众相信 他们的确是在这个国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不小心之间就变成了左派使用的枪把子 那当然左派的这些计谋 有一些成功了 有一些没有成功 而此次这个事件 作为黑命贵系列事件的延续 他们还是在继续的 歌颂罪犯 扭曲价值观 打击法律和秩序 左派借着这些案件 利用人民之间的纷争 来造成种族的矛盾 把犯罪的原因全部都归到种族问题 全部都归到持枪问题 然后他们就会不断的立法 最终剥夺人民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到了那个时候 一个极权的政府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被人民自己正式建立起来 公正对于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 真言十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赠物 法律和秩序是我们需要的 基本常识更是需要回到我们的社会 和我们的家庭当中 我们要高举的不是罪犯 而是公义 正直和良善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